戴着老花眼镜 拿着钩针仔细钩着毛线 灵巧地把毛线穿过来穿过去 像是变魔术一般 让原本卷在一起的毛线球 仿佛有了生命力一样 变成了一件件的毛线作品 对我们老人来讲是很好 帮到哪儿 交交朋友 来这边很开心 你看 来这边很开心 每天一天 我们这些同学 都非常的活泼 所以来这边 很开心 所以交到很多朋友 无形中好像交很多朋友一样 棒针 钩针 我们都有教 像夏天我们会做一些帽子 带子 冬天就是背心 毛衣 帽子 各式各样的我们这边都有做 南港区合成里长吴永仁 在两年前开始举办毛线班课程 让里内许多原本对毛线编织一窍不通的婆婆妈妈 经过老师的教导 开始喜欢上毛线 爱上毛线 用各种的编织方法 做出帽子 衣服 背心 皮包等等的毛线精品 上课不是说像一般就是造本宣科 就是上课就一直讲一直讲 没有我们是纯粹就是说 个人做个人的东西 然后有问题的话 就是说随时可以发问这样子 大家对这毛线 比较会有心灵上的沟通 不然如何买才会漂亮 什么学不配什么学 意见上面的交流 我是觉得这样子 大家在感情上面都非常的好 合成里长吴永仁表示 其实刚开始就只是因为有里面想学 所以开设毛线班 甚至里头也有慕名前来的隔壁里面 虽然一周只有一堂课程 但是大家相当珍惜聚在一起学习的时间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作品出现 也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 开播大台北水 新闻曹德华采访报道